杰伦跨海大桥长240公尺 金载桥的两旁 每隔5公尺 设一个水银灯 头尾都设 每隔6公尺 插上红旗 头尾都要插 试问 此座桥共有几处 同时设有水银灯 还有插上红旗 什么地方是同时插上水银灯跟红旗呢 就是5跟6的最小公倍数 5跟6的最小公倍数是30 那么我们看一下240公尺 它总共它有几个30公尺 它有8个30公尺 8个30公尺 那么它是说头尾都要 头尾都要的意思就是要加1 比如说要有8个格子 我画长一点 拿一个尺来画 8个格子 换个颜色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好同学这里有八个格子 一个格子两个格子三个格子四个格子 五个六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这样子有八个格子 八个格子有几个 这个我现在在画的这个直线 它有几个呢 同学它有八加一格 比如说我这样看 如果说是一段 两个格子有三条线 就是格子的数字再加一 就是要差多少的意思 好八加一 八加一等于九 因为两端都要 头尾都要插 那么这里有一个陷阱 叫做桥的两边 这只是桥的一边 桥两边是不是 还有桥的另外一边也要插 所以这边九个 这边九个 所以总共呢 会有十八个地方 同时插上水银灯 及插上红旗 这种题目啊 它有的陷阱就是这里 两旁 路的两旁 桥的两旁 谢谢大家